2月21日消息 小米将于2月22日举行发布会 正式推出小米14Ultra旗舰手机 此前小米称 新机搭载全新超高密度硅碳负极电池 体积更小电量更足 刚刚该公司公布了该电池的细节信息 命名为小米金沙浆电池 小米称 全新的小米金沙浆电池 体积缩小8% 电量提升至5300M 采用最新一代硅碳负极技术 小米电池最高硅含量6% 779万HL小米电池最高能量密度 续航提升17% 此外 今天早些时候官方还公布了 新机使用的小米龙凯架构 两倍中框抗弯 10倍屏幕耐摔 6倍倍板耐摩 根据官方此前预热 小米14Ultra搭载全新小米澎湃 T1信号增强芯片 支持全新小米双向卫星通信系统 搭载先进的生成式AI大模型 号称30X以上超高倍变焦一样清晰 采用全新莱卡光学系统 搭载莱卡四摄六胶段 全面重构光路设计 带来大幅进光量提升 小米影像大脑升级为 小米IS 调用SoC全部算力 影像算法全面大模型化 小米人像引擎 全新升级 人像大模型 光影 散景 灰度修图三大计算摄影模型 齐备 还原真实层次 小米14Ultra手机 将搭载全新莱卡 SOMOX光学镜头 第二代一英寸影像传感器 索尼光域LED900 第二代无极可变光圈 最大光圈1.63 此外 星机配有一颗3.2X人像镜头 75mm1.8 一颗5X前望长焦 120mm2.5 均采用IMX858传感器